1. 喜欢偷看男人的隐私女人 如果翻看男人手机或是电脑,想查他的隐私,那么时间久了,男人会觉得很没安全感,会对你产生反感,因为每个人都想有点自己的隐私。 男人也更需要,2. 对男人的话言听计从 在爱情里,女人之于男人,有这种行为会很掉价,就比如女人对男人的话言听计从,女人对待男人说出类似的话,已经暴露出他,没有主见,何况男人可以认一百部女人,无论做大决定还是小决议,男人都不会顾及女人的感受。 女人岂止是掉价,简直是自讨苦吃,自己挖坑,自己往坑里跳,逮到女人难过或痛苦之时,就是她追悔墨迹之日。 3. 在男人面前低三下四深爱使人低微,女性为了爱情能够悍然不管,而男人为了全部能够不管女性。 所以,女性再爱男人,也不要丢了自己的庄严,不要在她面前低三下四,什么事情都由她做主,假如你一向俯视着她,那么男人就会更加傲慢,她会不管你的感触,随随便便就让你失望或许伤心。 所以,爱一个人也要爱得有洁气,不要让自己的后裔成为他人伤害你的筹码。 4. 分手的时候委屈求全。 有些女人活得非常没有尊严与补气,男人一旦要和你分手,你就开始要死要活,死皮赖脸的挽回男人。 连尊严都不要祈求男人不要离开,女人你要清楚,这个世界没有谁离不开谁,地球没了谁都一样赚,女人永远要学,会重视自己的感受。 那个男人不珍惜你,你凭什么去委屈求全?这样的行为只会让男人觉得你离开了他就不行,在男人眼里你显得非常廉价。 5. 喜欢八卦别人的事情。八卦,好像是女人的天性,许多女性的猎奇心都特别重,对别人家的事情特别感兴趣。 许多女人在和男人独自在一起的时候,就喜爱和男人聊一些八卦,比方谁谁谁被甩了,比方谁和谁今日出丑了。 你以为男人会喜爱听你说这些八卦吗?不对,男人最讨厌女人在背后说三到四了,这些八卦你可以和你的闺蜜说,闺蜜会很乐意,听你共享的这些八卦,但是这些八卦不要共享给你的男人,男人是不会理解,你为什么会说这些? 相反,他们还会比较反感,你为什么要在别人背面说别人的坏话,你这种行为在他心中是十分必须的。